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詹黄在不断收割最年轻记录,北京时间2月6日,詹黄在与步行者比赛的上半场,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,职业生涯总得分,突破32000大关,成为NBA史上第五位,迈过这一大关的球员,同时34岁39天的他,也超越科比,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32000分先生,但是这场比赛胡人遭遇了一场溃败,94比136输给步行者,詹黄遭遇里程碑。 在与步行者比赛之前,詹黄的生涯总得分是31990分,只差10分就能达到里程碑。 詹姆斯没有让球迷们等待太久,在第二节还剩54.4秒时,他投进以及远距离三分球,得到此战个人第十分,从而成功达到32000分。 詹黄的职业生涯总得分,排名现役第一,NBA历史第五。 在詹黄前面,贾巴尔38387分排名第一,卡尔玛龙36928分位居第二,科比33643分。 排名第三,乔丹32292分排名第四。 詹姆斯距离乔丹的总得分已经很近了,这场比赛之后,他的职业生涯总得分,来到了32008分,只落后乔丹284分。 詹姆斯本赛季场均得到27.2分,预计到了三月份,詹黄就可以超越乔丹。 对于詹黄来说,这本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夜晚,很遗憾胡人此战被步行者打得落花流水。 詹黄此战得到18分7篮板9助攻,英格拉姆得到12分,库兹。 马得到12分,卷入交易传闻的波普六头一中,比斯利七头零重。 步行者方面下手不留情,全队七人得分上双,到了第四节一群替补,仍然吊打胡人球员。 胡人近期在积极追求农眉哥,开出了各种报价,除了詹黄外,其余球员都可以当筹码,这对胡人的士气,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 很显然,胡人此战溃败与球队球战欲望不高有关。 詹黄的里程碑之夜,变成了里程碑。 此外,提胡要架非常离谱,胡人已经开出最好的报价,但是提胡仍然没有答应。 如果胡人在交易截止日前无法得到农眉哥,那么球队要被坑惨了。 本语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访问傅。